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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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回来 继续关注新闻方 说到这个办公证啊 不少人都有经历啊 以往办个公证 咨询得跑一趟 送材料再跑一趟 然后到窗口去取公证书再跑一趟 至少三次 那最近呢 常宁公证处啊 推出了远程办理公证书 今天呢 城市晚高峰我们要来说一说 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的交警 最近呢 杭州不治正要开G20嘛 那各种安保措施呢 非常的严格 所以呢 有网友开玩笑说啊 逛个西湖 还没等到口渴 一瓶水啊 就要喝光了 农业空间请注意看新闻方来帮忙 上专业的旅游票务网站买票 有广告会提示说 多加点钱呢 可以走专属通道 好了 今天的新闻方就先聊到这儿了 爆料 求助 交流 评论 记得通过新闻方微信公众平台 和我们持续保持互动 马上六点半新闻报道 将为大家报道更多的新闻 你看 亚南陶纯已经准备好了 优家黄浩 更能敏作为 敏作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正 杨雄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交流 表示不折不扣把对口支援遵议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京市那场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丁勇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三年备战多项改进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明晚10点04分在九泉发射 受双台风外围 其天文大潮影响 深成中秋小长假 与水相伴 相关部门加强防汛防台部署 雨天路滑 叠加节前效应 深成晚高峰提前三小时 部分高架红色拥堵事故频发 批发市场向菜场摊贩推出APP下单 菜价便宜 供货上门却遭受冷遇 新闻透视调查原有 各位好 今天是2016年9月14号星期三 我是印海荣 欢迎收看新闻报道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陶纯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贵州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 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率领的贵州省党政代表团 昨天和今天在上海考察访问 接着我们来关注天宫二号的发射 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于明晚10点04分发射 今天下午呢 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FT2火箭已经开始加注推进剂 那么现在拥堵情况有没有得到缓解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公安指挥大厅的记者陈毅 陈毅你好 目前这个晚高峰的道路拥堵情况有没有缓解 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海荣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上海市公安局的指挥中心 好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报道 国际方面的消息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稍后由陶春带来新闻透视 好的 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呢也开发APP了 菜贩们呢只要通过手机下单 第二天的新鲜的蔬菜就会从批发市场直接送到摊位前 新闻透视 稍微关注 许多自己在家做饭的市民呢 或许尝试过一些APP 有企业呢直接将菜配送到家里 好 感谢收听新闻透视 好 稍后我们一起关注观众中来 昨天我们报道了正在大修的唐普路 路基又被车辆压坏的事 造桥修路前期的规划设计非常重要 这一教训值得建设部门反思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更多新闻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看看新闻客户端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全球一整天 今夜抢先看 今晚的新闻夜线都有哪些重点内容 带您先读文快 今天的国家卫计委提出 禁止医疗机构出租科室 而魏泽西事件当中所涉及的 细胞免疫疗法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一种疗法究竟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稍后来聚焦 最近的一则帮两岁女童找爸妈的消息 被大量的转发 经过70个小时的追踪 女童的父母已经被找到了 但是孩子并非是走失的 而是被父母跨省遗弃的 孩子的父母为什么要遗弃孩子 我们稍后聚焦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 正式上线第二天 市民提交的交通违法视频 到底能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 夜线约见 我们稍后解密 好 新闻一小时 全球一整天 稍后的9点30分 新闻夜线带您纵览天下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明晚10点04分在九泉发射 10月下旬将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交汇对接 上海交警部门再次查获套牌豪车 司机被刑拘 设施马沙拉蒂涉嫌走私 著名户具表演艺术家王寒生 今天下午应付明示 享年93岁 因在网上使用插件抢月饼 四名员工被阿里突破企业 价值观为由开除 夜线约见 阿里月饼风波是否矫枉过正 俄罗斯黑客爆料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借口医疗用途 豁免大V小V等多名美国明星运动员 使用纪要 开启资讯大门 盘点全天新闻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新闻夜线 我是夏蓝 各位好 我是林沐英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 首先我们来看时政要闻 好 让我们共同打开夜线封面 首先聚焦的是天宫二号的发射 经过总任务指挥部研究决定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将会在明天晚上的22点04分发射 现在这个准备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呢 今天下午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FT2火箭 已经开始加注推进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夜线 稍后您将会看到以下内容 恶勒马平台被爆存在多家套政餐馆 天宏路上的一家星巴克否认在恶勒马上开网店 APP上却赫然在立 上海高价新增六十余套电子警察 抓拍违法实现变道 某高校校园光缆遭人恶意减断 收容盘设备被到新生的宽带办理一度受罪 好 下面一起进入今天的夜线关注 这场兴奋剂风波最近又有了新的进展 最新情况究竟怎么样 请录音告诉大家 好的 下来 近日一个俄罗斯的黑客组织 入侵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资料库 好 夜线月间的时间 欢迎回来 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聚焦一下 阿里的月饼风波 阿里的四名员工 因为抢月饼被辞退 一时间舆论哗然 有不同的声音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多维度的 来考察这样的一个问题 做客夜线月演播室的 是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的 秘书长陆磊 欢迎陆先生来到演播室 介绍我们采访 首先厘清一个技术环节 我这个技术忙 这个有点短板 JavaScript脚本 是一个什么样的插件 您可以这么理解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程序 一个特别小的程序 可以运行去直线一些简单的功能 刚才报道里说 类似于抢票软件 这个比喻准确吗 基本是准确的 基本是准确的 因为它就是目的是 为了实现快速的 有效的去 用机器去点击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 著名护具表演艺术家 王盘生先生离世的消息 下面让我们跟随 慕音共同送别 王盘生先生 好的 夏蕾 今天下午2点14分 著名护具表演艺术家 王盘生 在黄浦区中心医院 因病离世 享年93岁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新闻夜线的 全部节目内容了 更多新闻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看看新闻 Knews 稍后请您留意 名医化养生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祝您晚安 也祝上海晚安 再见 再见